巴基斯坦方面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326达苏水电站项目中方人员车队 遭遇恐怖袭击事件的调查结果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支持八方继续查明全部真相 悉数缉拿真凶并予以严惩 我们重视八方对有关恐袭事件的调查工作 取得重要进展 中方支持八方继续查明全部真相 悉数缉拿真凶并予以严惩 中方将继续同八方加强安保合作 确保中方在巴人员项目和机构的安全 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功底 也是地区发展稳定的毒瘤 中方呼吁地区国家加强反恐合作 铲除所有恐怖组织及其滋生的土壤 维护各国共同的安全和发展利益